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函数的嵌套调用 C元允许在函数定义当中呢出现函数调用 从而形成函数的嵌套调用 那么具体如图所示 你看首先在我们的第15行是我们的主函数 定义为变量A等于0,B等于2 然后呢首先执行我的ADD2这个函数 将B的值揣递进去 然后呢在ADD2函数执行的过程当中 注意又调用了ADD1 所以这样是允许的 所以你看在第11行在ADD2函数当中呢 调用了ADD1 由于ADD1函数切套在ADD2函数当中 由此呢我们就称之为切套调用 那么第18行调用函数ADD2的时候呢 执行到第11行的时候呢 就会接着去调用ADD1函数 当ADD1函数返回之后 那么接着继续执行ADD2 那么这就叫做函数的切套调用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把函数定义在主函数的上面 一定要注意它们之间的顺序 一般期望下被调用的函数都要放在 什么呀 调用的函数的上边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